我看鏡頭聽聽聽 我看鏡頭說 其實真的沒有失望 因為能夠參與實在太開心 今天全日 其實反而是很湧動 因為走紅地毯的那一刻 是人生第一次香港影壇的城市 我的夥伴是林海峰先生 Jan 他一直很照顧我 因為我突然很湧動 他又給了一張紙巾 我覺得很美麗 所有發生的事情 有機會自己能夠 作為一個演員去參與 我覺得很榮幸 亦都覺得很滿足 但是在宣布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看好你 其實都是一個業主的人 但是可能那一刻 你的心情 那些黑老海是怎樣的 其實宣布是有的 宣布那一刻 那 宣布不是自己 亦都覺得 因為我心裏便覺得 每一個獲得都一定是實至名歸的 如果不是我 我就覺得 真的不是時候便不是時候 如果是我 我就覺得 我贏 因為每個都這麼好 我想我贏得好運 所以 很開心 就是 對 Yvanna獲得的時候 也是很開心 可以 她能夠獲得 女配角 應該是再一次獲得 她是第二次獲得 因為我自己有份參與 而且不是一個喜劇 對於我來說 已經實在太難得了 因為我做 對 一直以來 大家都找我做喜劇 我有機會 以一個不是喜劇的 所以 她的 角色去提名 最佳女配角 實在太興奮 太開心 我覺得 已經是最好的禮物 有很多觀眾說 不希望你沒有 你宣布 你也會這樣 你也會這樣 為什麼不是蝦頭 你也會這樣 你宣布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蝦頭 是因為真的不是蝦頭 其實我在場館裡 我是收不到電話的 到我能夠收到電話的 那一刻 我就發覺 我的電話炸到返艇 現在這樣說 也很勇動 因為 我很開心 有很多朋友 發出很多訊息給我 就說 怎樣也好 繼續加油 喜歡你 或者 你是我心目中的 最佳女配角 很多人都繼續鼓勵我 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實在太寶貴了 是他們 說我 說我得已經很重要 還有 他們說 我不值得 我覺得很搞笑 因為 人生 你可以經歷一件這樣的事 我想 都是只有一次 所以 很感恩 可以有今天的經歷 可以將來做任何的電影 我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聯想 我的演技又進一步 所以 導演們 你們快點找我去演不同的角色 我什麼角色都做 如果我能夠有機會拿獎的話 其實我準備了一件事想說 我覺得 其實做演員 尤其是我們這一類演員 我們這一類演員是甚麼演員呢 就是 我真的是配角來的 我其實一直都是在做配角的 而我覺得我是很適合做這個崗位 因為 每個人都有他獨特的條件去 在某一些崗位裡面發揮得最漂亮 我覺得以我的條件 我在配角的崗位裡面是做得最好的 我一直都是做女主角身邊的最好的朋友 而我覺得我自己是做得很清晰 也做得很好 所以他就努力了 我覺得任何形狀任何類型的演員 都可以做到好戲 不一定要 如果所有人都是英俊美女的 那這樣就很悶 一定有不同的人去演活不同的角色 因為人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人 而我們演員就是要演活不同的人 那我覺得我在這一方面 我會更加會用心去鑽研我的演技 無論喜劇也好 靜劇也好 甚麼劇也好 我覺得我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已經做到我最好 那 我覺得我會拿到 如果今年有一個叫做最佳進步獎 我想我一定會拿到的 那所以我覺得 我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或者是做到一個甚麼的階段 我作為一個演員 我自己是很清楚的 所以在這裡我是很多謝 喜歡我在正義湖湖湖演出也好 不是太喜歡我在正義湖湖湖演出的觀眾也好 我都覺得你們是 只要你們去看一些好的作品 繼續支持香港的電影 買票入場看 我覺得這件事是絕對絕對值得 我們作為演員繼續 要付出這麼多或者繼續努力的一些動力 因為如果我們很努力這樣做業 觀眾是不買票看的 其實真的沒有作用的 所以要靠觀眾去支持香港電影 或者支持每一個art form 舞台劇都是 你會不會都想 我覺得主不主角這件事是 看 看階段 其實你看我做這個角色 信心好像經常很強勁 但是是個角色 你說楊鮮敏自己本身 是不是一個覺得自己這麼好的人 我覺得不是 我的信心是不夠 所以我覺得 如果暫時我做好了配角這個位置的話 我都覺得是很好 如果我一步一步來 我越做越對自己有信心的時候 希望可以 做到一些 leading role 去講一些大家有共鳴的故事 我覺得我相信 我的感染力是絕對做到的 可以客人 那些人會打發 我記得你也有共鳴 我有個點兒 思互 先吃吃吃吃吃吃吃 吃吃吃吃吃吃 谢谢大家